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今天透露 虽然新加坡建议将实里达机场 暂缓启用仪表降落系统ILS的期限 延长到5月31号 但是大麻已经向新加坡反现役 缩短有关的期限 也就是延长到3月31号为止 另外 槟城大桥发生严重的致命意外 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陆兆福今天指出 该部将研究南北大道公司针对 在槟城大桥安装更多测速摄像机的建议 不过他强调这项建议目前还需要 和各部门讨论才会有定案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 南北大道公司已经和交通部接洽 讨论在槟城大桥安装更多的测速摄像机 他透露目前这项建议还在研究阶段 暂时还没有定案 他也强调该部将从长记忆 不会随意安装测速摄像机 至于装置摄像机的地点 另一方面陆兆福也透露 虽然新加坡已经建议将实力打击场 暂缓起用 以表降入系统的期限延长到5月31号 但基于这项建议期限太长 我国已经向新加坡反献议 以便缩短有关期限 不过陆兆福说 目前新加坡暂时还没有给予最新的回应 但他强调我国和新加坡都致力于解决 史里达机场的问题 新加坡计划在今年1月3号开始 在史里达机场落实以表降落系统 遭到我国强烈反对 我国政府认为这违反了1944年 芝加哥国际民航协议的主权原则 不过新加坡政府则认为 我国之前没有针对此事提出抗议 NTP7实习记者林美芳采访报道